那麼這裡還有一堆其他公司 那就長話短說一下 Samsung搞半導體啊 做手機啊大概不是多邊平台 但他有他自己的App Store 那你當然就可以說他是多邊平台囉 Amazon是最典型的例子 是從這個經銷商轉多邊平台的嘛 我們Amazon一開始是賣書的 一本書兩本書就這樣賣給你 後來有一天就開始允許大家 把第三方自己的東西拿上去賣 這個時候就變成多邊平台了 所以他這個混合式的多邊平台 或者你就說他是一個混合式的網路服務 這個都OK 那Amazon也有自己的App Store 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多邊平台 都是可以的 AT&T就是美國的中華電信 所以基本上就是電信服務 大概比較沒有平台的成分在 BMW賣車子的 Sysco賣設備的 Oracle基本上是賣資料庫資料庫服務的 Intel基本上是做晶片的嘛 所以這些大概都沒有什麼多邊平台的成分在 LV LV我是不熟啦 我也沒有進去買過東西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做品牌的嘛 那最後兩家公司大家來討論一下 Nike這個為代表 基本上就是服飾啊 運動用品啊 鞋子啊 賣這些東西的對吧 今天啊 假設Nike開了一個官網 你呢可以上這個官網 跟Nike訂購球鞋 Nike就會把球鞋寄到你家 然後跟你收個若干元 請問這樣算不算多邊平台 我想大家應該都已經很熟了 這個東西就完全不叫做多邊平台 OK 它就是Nike家的一個官網 那就是它賣東西的一個管道 就是1994年的Amazon啊 所以那個成分上是沒有多邊平台的成分在的 再次跟大家強調一下 多邊平台是一種策略 是一種企圖手段 希望透過大量 引入大量的第三方的這個其他人 其他的服務提供者等等 來讓我們消費者有更多元的選擇 讓消費者更喜歡更黏著在我們的服務上 這樣才叫做多邊平台的策略 OK 所以呢這個跟Nike的這個什麼官網是沒有關係的 那但是啊 大家可能也知道Nike有出一個這個App 基本上就是你去跑步啊 幹啥的啊 你可以 發 很容易的把你的跑步的結果記錄下來 並且發在社群的媒體上 所以自從Nike出了這個App了以後 就一天到晚看到 我那個大學同學啊 我那個學校老師啊 什麼之類的 他們今天要去哪個河濱 跑了多少多少步之類的 就是一直洗板這樣 那這個是幹嘛呢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想要在那個App上面 加入社群的元素在 希望讓它開始有平台的成分在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這個成分上比較像單邊平台啦 因為所有的消費者透過Nike這個App 他們之間如果互相連結 其實他們是在同一邊上 對吧 所以在這裡基本上消費者 大家都是同一邊 那Nike把它連起來主要是希望 增加大家的黏著度嘛 所以其實還是一樣的 你會想要開放這件事情 就是想要增加大家的黏著度啦 所以這個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最後一個在這裡是Walmart Walmart這個公司其實很有趣 你觀察它的這個品牌的這個價值 起起伏伏的 但大概都是在20名上下 也是也蠻厲害的 畢竟它本人其實是做實體零售的美國龍頭嘛 好 那這個Walmart如果以實體零售商來講呢 基本上你應該不會覺得它在做多邊平台 對吧它就是買進賣出嘛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經銷商啦 那不過呢說不定也有一些這個 這個聽眾或是同學 大家可能知道 這個零售商啊他們經常使用一種策略 叫做寄賣 好那這個名稱在各個地方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 呃美國可能叫什麼 Slatin allowance啊之類的 總之它什麼意思呢 就是租貨價給你 好比如說啊你進入一家Walmart Walmart的一家這麼大 好那嗯好畫的不是很好 總之這裡有個門 好你就進去啦 進去了以後呢你看到一排一排的貨價對吧 有可能有一排貨價上面的東西 就不是Walmart買來賣給消費者的 而是Walmart跟供應商說 欸來 各位都很需要我Walmart這個通路對吧 來 我呢就把這個貨價用多少多少錢 就租給你 你要上面擺什麼東西你自己決定 出什麼價格你也可以講 然後呢你今天這個東西賣不完 自己給我吞回去 我們Walmart就不幫你處理存貨問題啦 這個事情是會發生的 也不要說Walmart什麼燦坤啊一堆 就是零售商很多都有在做這件事情 請問 當Walmart把貨價賣給租給這些供應商的時候 算不算是多邊平台 欸想了一下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人覺得有啦 對啊因為我進了Walmart 我可以連結到這些各式各樣的廠商啊 然後呢這個又不是Walmart自己控制存貨什麼的 感覺上很像做多邊平台 呃那我要報告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課啊應該說我們想要講的東西呢 叫做平台策略 平台其實只是形容詞而已 重點是策略 什麼是策略呢 策略是什麼事情要做什麼事情不要做 對吧就決定這件事情 策略的研究或者是學習策略 重點是觀察其他公司為什麼幹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幹這件事情 重點是為什麼重點是策略 重點不是平台與否的這個表象 重點是某家公司為什麼幹嘛 好現在可以回來講Walmart了 請問一個大型零售商如Walmart 他為什麼要把貨價賣給或是租給供應商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而不是用買進賣出 基本上呢這個大家心裡可能有很多答案 不過我理解的答案是這樣 基本上是為了要處理掉那個存貨問題 零售商這種東西啊實體零售商或者是任何零售商 存貨都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個成本負擔 那基本上呢你每天在那邊估需求 然後你們存貨堆多點堆少點 都是很不方便的對吧 所以一般而言你如果怕消費者買不到貨 你就要堆多一點 那堆多堆多一點的話就是存貨問題啊 資金周轉不靈啊 東西會壞啊什麼之類的都是問題 那我今天Walmart既然這麼強勢 我呢就跟供應商說來 存貨你自己搞定就好了 基本上最主要是這個目的 那我這些貨價什麼的你要擺什麼你擺啊 反正做的不好是你家的事啊 講白了一點就是流氓啊 就是那些大樓商辦的那個屋主啊 就把他租給那些做生意的人嘛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你會覺得101上面 101上面不是有一大堆的商辦嗎對吧 你覺得101是在做多邊平台嗎 顯然沒有嘛 他基本上就是做一個租屋 就是這個房東的生意 Walmart基本上是一樣意思啊 就是沒有要幫你准你們存貨之類的 你就自己搞啊 好所以基本上呢 Walmart把貨價租出去的這個策略 絕對不是什麼多邊平台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Vendor Managing Inventory 他基本上就是你要揹存貨你自己揹 老子我不幫你處理 就是這麼樣的一個租任服務 基本上是這麼一回事 好所以與之相同的再很快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台大醫院吧 台大醫院底下有一個地下街 你可以吃吃東西啊 買買豆花啊 摩斯漢堡啊一堆嘛 台大醫院的地下街 是台大醫院自己經營的嗎 是台大醫院的醫生和護士 欸應該說醫師和護理師 在那邊烹飪嗎 顯然不是吧 是台大醫院自己搞了一個中央廚房 自己聘人在那邊弄嗎 好像也不是對吧 外包嘛 好那請問 台大醫院自己不經營他的地下街 請問台大醫院是不是在使用平台策略呢 千萬不要說是 好嗎 不管地下街是不是誰在經營 都不是台大醫院用來吸引大家去消費的理由嘛 對吧 台大醫院的地下街 純粹就是給大家一個方便而已 他才不是靠 欸 他可能是靠那個賺錢 但他不是靠這個吸引消費者的 OK 所以台大醫院地下街 為什麼要請人幫忙做 因為自己做很麻煩啊 我們就是一群醫師護理師對吧 醫院的院長什麼的全部都是醫師嘛 基本上誰會懂餐飲 所以特地搞餐飲自己搞何必 就這麼多人流的地方找一個家或租給他 叫他去經營就好了 好所以那是一個外包策略 好所以再次跟大家提醒 學習任何跟策略有關的事情啊 重點都是某家公司為什麼做什麼 絕對不是某家公司做了什麼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在分析 或者是看一些公司的時候的重點啦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